第16,17題是題組,小葵做單擺的實驗結果如下表,依據上表回答16到17題,16題是問,欲觀察擺錘質量對周期的影響,應採取哪兩次的實驗,這是在考控制邊音法,我們要控制邊音保持不變,然後我們改變操縱邊音,了解操縱邊音跟應變邊音的關係,所以我要觀察擺錘質量對周期的影響, 我就是要改變擺錘質量,其他的因素都要保持不變,然後來看周期的變化,我們來看到他裡面的實驗的數據看到,我們的甲跟我們的柄,甲跟我們的柄,我們除了我們的擺錘質量不一樣之外,其他的擺角是一樣的,擺長也是一樣的,所以他就符合我們的要求,所以我們甲柄可以來了解擺錘質量,對我們擺動時間的影響, 所以第16題問我們說,欲觀察擺錘質量對周期的影響,應採取哪兩次的實驗,我們答案選的是A甲柄